以色列總理內級尼亞普星期二承認 血管在加沙地大發動載片為襲擊 導致世界中央處方七名五外人員死亡 適合慈善機構說 暗示停止歸地區業務 阿爾巴尼亞警方說 一輛汽車星期二在東南部罪入河中 導致車內所有人死亡 南非法院駁回國務院議長恩卡庫拉 阻止警察和檢察官拘捕他的警察 他將因為貪污指控而被捕 恩卡庫拉被指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 收藏國防承包商的賄賂 阿雷加爾全國最年輕的總統 在贏得選舉近兩星期後宣誓組織 迪巴爾發耶茲從未得到民選公職 海地走到泰治港市中心的地區爆發槍戰 警方在國家公附近和幫派成員駁火幾個小時 這次槍戰是在強大的幫派 開始攻擊政府基礎設施一個多元的發生 進入再次的水路